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应该很清楚 这件事情啊已经引起了陆总直接的过问 公司处理速度也非常快 已经和王教授直接联系过了 确认了邮件内容有可能属实 所以在公司还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 你就先不要来上班了 至于你的工资呢 会照常发给你 广大公司的工资发放日 会打到你的卡上 所以在这之前先不要注销点账目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小牧照 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邮件你发的吧 那语气和你平时写的论文一模一样 是我发的怎么了 我只不过说出来事实吧 是我发的怎么了 我只不过说出来事实吧 好像一切都是你的错吧 你说你不会跟沈后在一起 你说你们俩不会复合 可结果呢 你说你不会去美国 你说你没有后台 可结果又是什么 好 我不在乎你跟沈后在不在一起 我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后台 我在乎的是 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可你一直都在骗我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融资方案的第一名是我 不是你 而你只能是第二名 还有 我和沈后是分是合也 都跟你没关系 和他谈爱的人是我也不是你 言有诚 刘总来了 刘总 介绍一下 晓妍 这位是国际贸易部 朱底 朱总 朱总好 言小神 大学刚毕业 孩子外遇很好 你看她能做点什么呢 我怎么不记得 我面试过这个姑娘 我一定 怕我要什么来的 我还以为是我太忙给忘了 好 好 我们接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朱总 小香 带她去那边一份位 好 跟我来吧 谢谢朱总 谢谢刘总 我这儿有份文件请您过目一下 部长 倩倩 我正好要找你呢 你先去忙 一会儿再说 好啊 部长 我有个事要问你 我正式地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你们呀 为什么呀 我要去公司给我个解释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 只知道是上层的意思 上层 上层 那谁 刘总不是说你英文很好吗 下午去接一下客户 这些客户很重要 一定要能备复备 好 好 加油 陈长 挤复吧 拥复吧 跟我来 你被我给开启备吗 喂 是要招待国外的客户吗 对 我刚才查了一下 你给我推荐的这两个地方 都不太好订位置 也不好订票啊 很重要的客户吗 是的 你才刚进公司 就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啊 我就负责接待 毕竟接待也是拿下合同的第一步嘛 理解正确 什么时候开始啊 今天晚餐 还有晚餐之后的活动 还有明天一天 这么急啊 那美术馆肯定是来不及了 我可以帮你要到 明天艺服舞台乐剧的票 你看这样行不行 把美术馆和乐剧安排到明天 今天可以去和平饭店听爵士 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贵人 可以帮你要到不错的位置 你们总共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好 晚饭的话我一会儿回给你 好 喂 喂 吃饭的地方我也帮你拼好了 一会儿地址发给你 那家餐厅是不是很贵啊 反正沈家负的提前 今天的事情很突然 我可以临时帮你出一个方案 但如果以后你长期负责接待工作的话 这些基本社交是避免不良的 记住啊 你要掌握上海的吃喝玩豆 陪客户吃好喝好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心里一定要補养币甚至補养币 记住 不打没有把握的账 嗯 好的 谢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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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嗨 您好吗 你好 我们的部门 我跟我们一位优优人的优优人 你来帮我叫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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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多快 来我来帮我来帮你帮我了 可以帮我帮你帮我帮我走 很快 安全 onder着你帮我来帮你帮我走 我走 当然 我善良 你帮我走 你帮我走 这边请 这边请坐 谢谢 请稍后 谢谢 来 你好 给我刀和茶 好的 谢谢 我的天 不 你可以用这个 我可以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餐厅 对 对 你必须要买至少半个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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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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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的天 李李 我 我给你 我给你 请 来 拿 一瓶 我们去接近的国际医院师傅 好 好 好 病人三十六岁 心脏病十八年 五年前刚刚做过心脏半膜修复手术 刚才在八点十五的时候有心率过快 吃了宿家就今晚 现在情况有所缓解 好的 我知道了 先去找护士办理手续 好 好 好 谢谢 我需要莉莉的手续 好 别担心 你相信医院师傅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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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好 我先请 谢谢 嘿 Lily的护士套 快点 它已经准备了 谢谢 谢谢 你怎么知道 Lily的医院历史 你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必须记住 医院历史的需要 医院历史 去保证 保证一下 我非常感到 你的公司的服务 真的 谢谢 别担心 已经没事了 但是需要多休息 再住院观察一天吧 好的 好 谢谢您 好 她只需要休息 拜拜 朱总 进来 你来得正好 你来得正好 刚才柏利的Gwen打了电话 要求你继续接待他们 这样 一会儿你去买树花 趁他们还对你有好感 把我们的设计稿带去 好好推荐一下 让他们尽快跟我们签合约 明白了吗 好 没问题 明白了还不快去 朱总 这是昨天晚上的医药费 交给小肖 财务会给你包的 那 妈 我正买花的钱 你真 你真 不好意思啊 我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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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末 你会想到 这个 服装 不再 您好 能一会儿麻烦您帮我把这束花 送我1012病床的病人吗 行 那可以可以 没事 好 谢谢啊 没事 喂 朱总 设计稿送到了 还没有 那你还不快点去送 是这样的 朱总 我刚才在送设计稿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伯利那边的对话 他们说 如果我们这次的设计稿 还是中国风设计的话 他们就不和我们再去运了 朱总啊 我知道这次的设计师是卓元 我这儿也有他的地址 如果我现在去拜访他 我请他再重新修改一下设计稿 可不可以 严小诚 你别胡闹了 下周就要续签会了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你觉得能修改得过来吗 而且卓元的脾气很怪 我们都搞不定 你觉得为什么你能搞定吗 不是 如果这样下去 他们不会跟我们再续约的 我现在趁还来得及 我去找卓元试试可以吗 行 你想去就去吧 但是我告诉你 你卓元的脾气 能跟我们公司合作到现在 已经是我们极力维护的结果 如果你这次搞砸了 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了 直接给我滚蛋 这边请 谢谢 嘿 你好吗 你怎么办 你好吗 你好吗 你怎么办 谢谢你 你怎么办 这是欧阳 欧阳 她是在某些东西 好 你好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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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欧阳 欧阳 谢谢你 这是设计 请告诉欧阳 好 对不起 你好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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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设计 你必须设计 好 让我看看 要这你搞什么 你别告诉我 你自己改的 不是 那是周老师亲自设计的 怎么可能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你认为我们可以卖它吗 我们可以卖还是不 这是新设计 你认为是新设计 是新设计的 没有人 其实很不同 很不同 真的 每天都会有留意 我觉得它真是很好的 好的 好 这有意思 是新设计 这里都可以了 我认为 我觉得我们会�로 改化 对 的帖子 是的 你做了 武艾 是我 非常感性 好的 谢谢 谢谢 小潇 这是谁放在这儿的呀 听说你把公司近两年的设计稿 和客户需求都做成了超级线 既然你那么会做统计 那就把公司从近年以来 到现在所有的客户 统计录入电脑做一个表格出来 务必年份详尽一目了然 就这些吗 当然不是这些 可这是九五年和公司合作的 国营服装厂的资料 这些服装厂现在应该都倒闭了吧 我可以知道 我要录这些资料的意义是什么 有没有意义 有你的擅自决定 你要做的就是服从 你也该去学习如何服从 好 没问题 对了 新来的那个丫头怎么样啊 我让你做的事情 按照我说的去做了吗 当然 每次来咱们上海分公司啊 我最享受的就是 坐在这儿 喝上一杯茶 侯总 这是我同学 专门从福建带来的提款衣 好的 您吵着 谢谢 来 来 刘总 朱总 好 侯总 这位是国际贸易部新来的小颜 这位是咱们的大老板 侯总 侯总好 来这么一会儿啊 我听刘总夸到你好几次了 你的全名叫什么 我叫颜小陈 颜色的颜 辅小的小 早晨的陈 你好不容易见到侯总 都说两年 你跟侯总说说 你是怎么说服卓元的 你是福建第一中学毕业的 对 你 叫颜小陈 你 你好 你这啥 力量太大了 我怎么突然有点不舒服 好 那个 刘总 辛苦你给我的司机打电话 他在楼下等我 朱莉啊 那送我下楼去 快快快 赵总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找附近最近的医院 侯总不说话 你不用 你不用快 快走 我没事 我没事 你们都忙忙吗 别别别别 我送你 送你 不用 朱莉送我就行了 打电话叫司机在楼下等我 好了 好了 我也交代完了 刘总 刘总 好 侯总怎么样啊 没事 跟茶没关系 到楼下 吸了口新鲜空气 好了 你的这些单据里面有弄虚作假 你要知道因为弄虚作假 弃瞒公司被开除的话 想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就很难了 所以你要清楚 我清楚 这种诬陷的事情 我明白 诬陷 你说话注意点 本来公司是可以大事化小的 对不起 朱总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承认 这是我的辞职信 还有这一堆 是你布置给我的任务 我全部完成了 也麻烦您 帮我转高侯总 是我主动提出辞职的 他开除的所有条件我都不需要 谢谢您 看你的简历是华大金融系经验的 对 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 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所有人 都需要资金融通 无论是集期 远期 国内或者海外的资金需求 金融业都能满足这些需要 这就造成了投资和回报 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成正比 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Cindy 你觉得呢 我追到一个问题 你的成绩全都是A加 可是为什么没有学识学位 我 我 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 帮同学替考了 行 面试就先到这儿吧 你先到门口等一下 谢谢 恭喜你 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 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 她会亲自面试 好 跟我回来吧 请坐 请坐 怎么 看你的表情好像你都猜到了 我就猜对了一半 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 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 所以我的经历是你帮头的 是啊 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 就在十分钟前 公司的副总还有董事总经理 还在为考试作弊 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 炒得不可开交 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 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 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诚实 我明白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 你知不知道DH是一家 什么样的公司 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 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 或是把一个公司 进行拆分和重组 来获得回报 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 别着急 给你几分钟想清楚了 然后再告诉我 我愿意 第一 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 第二 坦白来说 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也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 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做到最好 颜小姐 恭喜你 你被录取了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就 就这样啊 要不还会哪样 严格来说的话 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 而且是我手把手 教你如何面试的 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你吗 好像也是啊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 公司决定用你 是因为你足够优秀 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 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 我还是会开除你 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每个人都会有机会 我同意他的观点 不要让我们失望 我会加油的 记得去人力资源部 办公支手续 好 你男朋友那边 他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 我会解决好 你 你说 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 我也知道了 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 对吧 那 心里姐 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 说吧 是这样的啊 罗总 我们这边呢 也还需要些时间再考虑 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 在您这边就这次 二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 扩大线下门店 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 策划方案 以及详细的预算 也还没给到我们 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 但是日新科技这边的二手车网站 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摆明了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 对吧 我 你当我姓罗的干什么事啊 是素的嘛 让我陪跑 浪费时间 罗总 心里姐 罗总 罗总 太 太冲动了 林小臣 你出去吧 不用 姑娘 你先坐着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那个 馨总啊 人家小姑娘说得没错呀 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了 就来谈项目 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她的态度了 小姑娘 你是看过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 馨总啊 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 很认真的 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 我希望严小姐能做为我们项目的分析员 DH和日新的合作投资分析方案 就交给你来做好不好 当然 我们DH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 所以没问题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邓总慢走 再见 自作聪明 我作为你的上司 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 还是言言小春 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 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说出 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 是吧 你如果这么有野心 你干吗做分析员呀 你坐我的位置好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 是吗 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 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 那个项目 还是按照你说的办法 什么项目 就那 那个项目 嗯 行 嗯 你 你不知道要去 先跟总总 那你先看一眼 赵总那个项目 聊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吧 看来 看来我干什么 看来我干什么 据我所知arian Facilities 每日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八小时 每周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四十四个小时 她早就超了吧 你这么拼别人会以为 我们爹是苛扣员工呢 陈总 乔总 我这不是欠着债主的钱吗 想要早点还钱 所以才要加倍地努力 好还清债务 这是我自愿的 公司没必要负责 债主 你这么想 你的债主应该很欣慰吧 听说日清科技那个项目 分析啊 被辛迪驳回了 一次不行就再做一次嘛 秦总能不住 这么说下午的会议上 能看到你的第二板房啊 我很期待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也很期待 我们不认为 我们下期有一个事 这个议题 了 还是要做一个事 我们下期负责 我们下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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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状况在内的 所有必要数据的综合评估 而且连信誉度抽样都有 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看一个新人 把一个分析报告 做得如此面面俱到 我没有问题 非常好 谢谢乔总 我还是第一次听乔总 这样评价一份报告 不是 表示他对得起一定那两个字 对吧 那好 那这个项目 就交给袁晓晨负责了 好 乔总 大家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有了 散会 你好像 没有想象那么开心啊 意料之中呀 那你那个债主 应该很开心吧 因为他很快就要 收到你的还款了 他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 他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 好吧 加油 好 好 我现在就去 您好 电梯在哪儿 这边 邓总 严小姐 很期待跟你合作 开始吧 现在呢 对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的 主要的销售模式啊 是寄予品评付费 您最近要赶一下 喂 郑总 李辉 李辉 报告马上就好 盐晓晨呢 盐晓晨 他去日新科技了 他说他对这个项目 势在彼得 他瞒着植树领导 去找了设计师 擅自把修改的方案 直接递给了甲方 谁的 谁 谁的 对不起 从邦大地用不过 才是无法接 盐晓晨 我警告你啊 不准擅自做主 把一三跟走 新总电话我接一下 干吗呀 手机给我看看 快点 快点 新总 邓总在里面开会 我当然知道了 跟我们公司的严小晨嘛 他让我来的 没通知你吗 严小晨 我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 你是要我帮你捡起来吗 谢谢啊 邓总 谢谢 谢谢啊 邓总 谢谢 谢谢啊 邓总 谢谢 你到底为什么不护我微信 我跟你爸的邮件 你看还是没看 我刚没看子系 好 谢谢 日 日新在财务报表上动了什么叫啊 我跟你说过 不要自以为是自作聪明 自作主张 耀辰 你以为他邓里身是什么人哪 出了名的老狐狸 人家用你是因为你才华出众 是因为你笨 是因为你好操纵 他早就把你祖宗十八代 查得一清二楚 挑中你的软肋一击击中 您在金融圈活了多久啊 就敢说自己调查全面 有些时候是要靠这儿的 我刚才 把我和他的对话全部录音了 你不要以为 这次你没有签合同 你就没有错 如果不是因为你公司 也不用遭受这么大的危机 你回去给我媳妇检讨 我没问题 你确定你没有签合同吗 我发誓 那笔连纸都没碰着 我 corn 吓死老娘了 大 大了 心脏剂 新领典今天吃什么削药了 不知道 叶耀辰 今天放下你手头所有工作 下午跟我去见客户 今天开门 好吗 楼下等我 决金融跟做金融可不一样 你在学校成绩好 不代表你到公司业绩好 在别的行业里 甲方是爸爸 但在我这行 你可得先学会做儿子 因为好的投资项目 是不可能坐在那等你的 你要想拿到不同的客户 光靠在办公室使用工 根本不行 你要动用一切的手段 才能把先机牢牢地掌握 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一个项目是否值得 投资与注资 除了表面上 需要了解公司的条件 与项目资料 还有更需要深入了解的 就是公司经营者 以及项目合作者的出身 性格 爱好 与过往经历 通过这些来了解 和他们是否有项目 合作的可能性 高总曾经走过仕途 半路下海经商 在项目审批等方面 他经验丰富 尽管要求严格 但只要和他合作的项目 都不会出现纰漏 可是他说话喜欢留一把 和他谈项目 就要注意画中有画 寒而不漏 最主要的 是听明白他的意图 今天也带你监视了不少了 我想你回家需要自己消化一下 今天确实是给我上了 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感谢 感谢老师 走了 明天见 只有在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人 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 而且我不认为 在上班时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可以通过加班来解决 程总是不会给你加班费的 作为你的上司 我需要你现在马上回家 洗澡 睡觉 明天精神百倍地来给我上班 我不喜欢跟一只熊猫 一只老土熊猫一起工作 严重影响我的心情 拜拜 心理姐 是这样的 金融圈子不大 对于人品有问题的人 我们公司不能露取 不好意思 即使热情 你们认为还可以给你操卖 打扮 不错 不错 打扮 你 也可以 我 应该 走 爸 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 来 新娘子 笑一笑 好 来 再笑开一点 没关系 就这么拍吧 好 来 一 二 对不起 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我和程总是假结婚 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 但是 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 所以程总就帮我 隐瞒这个事实 用婚姻 帮你 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 但是 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 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 你没有掺杂感情 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 等我渡过这一关 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 什么时候 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无话可说 请你出去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叶小辰 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的 我无法给你们祝福 这也没什么好祝福的 吴倩倩 大家都是同学 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 叶小辰 你在这儿风风光光的举行婚礼 你有想过沈喉的感受吗 你一边跟沈喉谈着恋爱 一边跟这位程先生暗通款曲 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 你有想过沈喉的感受吗 倩倩你是不是喝多了 喝多了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说得不对吗 你一边跟沈喉谈着恋爱 肚子里不就已经怀着沈喉的孩子了吗 我说错了吗 吴小姐不好意思啊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 请你现在就出去 你回答我呀 你要是心里没有鬼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 对不起 他喝多了 亮姐 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 大家把话说清楚 吴倩倩 我告诉你 第一 我和我先生还有沈喉之间 不管是三脚链 还是脚踩两只船 这都是我们的自由 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 也轮不着你来关心 第二 我和我先生 是怎么从相爱到结婚的 这是我们的死事 我不用向你解释吧 反倒是你 这个早就把我拉黑 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 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 跳出来闹这一出 我不明白你安得什么心 你除了抹黑我 我找不到别的解释 梁小春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 你说这些你对得起小红吗 我对得起任何人 我问心无愧 你可以带你朋友走了 谢谢 你好 请问你们是 我们深思的 这边请 这边 在会议室稍等一下 小柴 咋 我刚刚看见谁了 看见威灵了 什么威灵呀 吴倩倩 她来干什么 知道 应该来谈合作的吧 她现在在哪家公司啊 我们这一次的苏学公益投资项目 虽然没有盈利空间 但是对我们两家公司的社会形象 会有很大的提升 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育成 我要中国传统文化 每个中国企业家都责物旁边 深思的主要业务就是服装生产 如果这次苏绣项目推进顺利的话 我觉得对你们公司会有很大帮助的 对 但是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传统文化重塑阶段 没有明确的盈利点 但如果愿意得意 我们两家都会收益 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你们深思集团 准备派谁来负责吧 陈总 我会尽全力推进这个项目 千年来到我们深思之后提升非常大 陈总您大可放心 虽然现在没有盈利点 但是我们深思还是会派出些得力的团队 毕竟这个项目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怎么了 我听说 这次的苏绣项目因为是公益性质 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啊 但是我倒觉得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说说看 现在啊 全世界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 而苏绣呢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产品 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全球内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我妈 她她还有两件苏绣的媳妇 她有时候还会穿出来 对着镜子照着看看 所以我也算是 对苏绣有一点小情结吧 所以我觉得 我有责任要去保护她 这么说你心里 其实已经有方向了 深思齐下签的一个设计师 叫卓元 我之前和她打过交道 如果把她的设计理念 和苏绣做一个结合的话 不仅有市场价值 而且还能推广苏绣 这一举两得 对 你说这些都没错 但这里面有两个弊端 你知不知道 第一 对方是深思计划 第二 对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是吴倩倩 这些你就考虑在内了吗 在商业杀嘛 我可不想因为这些原因 放弃一个我喜欢的项目 所以你想清楚了 交流吧 好 要有什么问题 随时给我提出来 没问题 我出去了 这是我对苏绣这个项目做的分析调查报告 希望大家帮我提出意见和建议 谢谢 不通过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上次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要给你解释为什么吗 你只要照做就好了 好 还是说 颜小晨现在做了DH公司的老板娘 所以 随心所欲了呢 随心所欲 她对成语进步是越来越大了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可以重新做 而且我也会尽我全力把它做到更好 但是我需要你给我专业性的意见 可是我并没有义务提供给你我的专业意见 很不服气吧 没有办法 我现在依然是你的上司 除非你有本事做到这个位置上 否则你就只能服从我 好 重做 做到我满意为止 没问题 辛苦大家 谢谢 散会 总裁 你得点 把我配搁 零钱 不负责 你不会 最后一会 你不负责 你不会负责 你不会负责 你就是负责 不负责 还不负责 锦ic 你不负责 好 谢谢 烦热 颜小辰 恭喜你 我的天哪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啊 走 来各位 你太厉害了 天哪 这半个老板就是不一样啊 我都已经忘了以前 穷酸姐要成是什么样的 我也已经忘了 原来那个趾高气昂 那千金大小姐 吴倩倩是什么样的 我跟你不一样 我呢 是靠自己的实力 留在深思 有了今天的位置 而你呢 全靠关系 你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 进得深思吗 就凭你对朋友背后捅刀 栽赃陷害的能力 有哪个公司敢要你啊 对 我呢 还有沈喉的帮助 怎么不能替沈喉啊 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沈喉 我跟沈喉的事 你为什么总要说三道四的呢 请你工资分明一点 不要在工作的时候 说这些无聊的事 还有 还有 你现在在深思的位置 也没那么稳吧 朱蒂可不是一个 看情面的上司啊 如果这份工作再丢了的话 谁还能帮你 能不能跟沈喉平 小辰 对不起 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这辈子都没有遇见过你 我可以 我可以 第一个十二十三十个艺术 所以我可以 我是哈利 我可以 我看我 这是我的 我分明 我可能能看到我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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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ia?Olivia? 嗨 你的研究是很完美的 似乎不完美的 为什么不完美? 我给你一分钟 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公司是值得投入? 作为企业 你必须要谈计是计划的计划 发展上的信息 投入是一调与的交易 投入是一个交易和发展 我们需要公布的研究 那么要谈计是否是值得的 我随意 我先来 好的 作为良好的公司 它会更加在稳定的花钱 而在同时 避免所有类似的危险 女士 有什么你不明白? 从你的资料 你提供了 一定是很好的 但是 你的资料 价格 只会在很短暂的 资料 在很短暂的 很短暂的 但是 你不让一眼 在长远的 维持续 维持维持维持续 我们害怕 这些财务 会不会赢得 我们信心 所以 我们很抱歉 我们不可以 投入企业 我没想到 这些设计 是完美的 设计 是完美的 我只是 我不明白 什么事 我不知道 好 我明白 我跟我的报告 好 我给你两天 改变 Olivia 谢谢 我和你一起工作 严小晨 史密斯先生 可是连续两届 获得设计大奖的 创始人 你把人家给拒了 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你 你也会跟我 做一样的决定 看来现在 一般项目是入不了你发言啊 我最近啊 又看中了几个创业公司 你是不是抽空 帮我参谋参谋 又想骗我多干活呀 我年底给你双倍奖金 三倍 成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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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资料看了吗 大概看了一下 有感兴趣的吗 也就那个在线教育平台还不错 你也这么觉得啊 当然了 那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项目 那个公司虽然才创立了不到三年 但是在业界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 好多家大公司都想抢投 不过 听说那个创始人对投资方特别的挑剔 所以我思前想后觉得 好像只有你回去谈最合适了 所以你意思是让我回国啊 怎么了 都三年了 还不敢面对啊 我只是还没想好必要回去的理由 你放心 如果你不想回去呢 我是不会强迫你的 我会把这个项目更详细的资料 发给你 你先看一下 看完了再决定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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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改变命运 在全世界 教育 依然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 关键因素 那沈总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 毕业后的某一天 我在一个小仓库里 和我的同学们在海面 我们在聚会 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 我希望凭借我们的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远行的船坡 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它却能给 下一个船长留下重要的航线 是 了不起 伟大的理想 也离不开资本的信任嘛 从目前来看 贵公司的盈利模式 非常不容易 甚至前期提供的课程 也都是免费的 从财报上来看 盈利情况也不太乐观 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人 是愿意做亏本买卖的 所以即便如此 陈总 还是依然对自己的理念 很自信吗 连经理今天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儿 那说明的预点 我们公司做对了一些事情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 将科技和教育结合在一起 降低知识获取成本 海量吸纳用户 提高AI学习能力 形成了独有的算法 从而使我们公司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那沈总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后续再没有资金的注入 贵公司要如何维持运转呢 我这个人 没那么轻易放弃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种下梧桐树 才能引得凤凰来 这第一局 千亿奔鱼 但你知道哪 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 祭nic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异光 但如果有一天 他们知道了有一个人 是因为我而失去生命的 他们还会成我为小吗 我之所以会主动找你 就是想告诉你 你喜欢这一场梦 不要再用这种负罪感 来折磨自己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也有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 我原谅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来这儿再当义工 也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有你自己的工作 不要因为一个错误 纠缠一辈子 在命运面前 都是无辜的 那我们以后 还能见面吗 帮你环游世界后经过 以后 我一定经常能见面 但是我们还是朋友 谢谢你的月亮 谢谢你的月亮 我只会解脱 为了了心魔 为何曾经哭过 却没有结果 天灵奔墨 天灵奔墨 输定你的暖和 如今已坠落在爱的半果 伴你环游世界后经过 时间全没 如烟飞过 三年前我肯定想不到 今天我能坐在这儿 跟你心平气和地聊天 你还恨我吗 你呢 其实一直以来 我有什么资格恨你啊 爱情这个东西 本来就没有闲来厚道 我任意审候二十多年 她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 一直都是我自己不甘心罢了 过去的事情 我只记得好的 特别是我们上学那会儿 经常一起上下课 一起去站坐 一起在宿舍里面 偷偷地拿泡面杯煮泡面 还有一起逛街 一起喝酒 然后在酒吧里面跟病人打起来 那次真的是 回来大家就都感冒了 然后在医院里 看着对方打点滴 然后聊天的声音特别大 当时还被别的病人投诉 我们还被护士给训练 扰民 现在闲上那个时候 真好 我真的很想回到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太苦了 我是好不容易扛过来的 我可不想再回去 总想着过去的事 只会让伤口无法愈合 所以还是要向前看 未来的路好很长 你会过得很好 对不起 但是我也要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的一切 别在外面待那么久了 你该回去了 那就到这儿 你 抱一下 祝你幸福 也祝你幸福 这次是真心的 回去吧 在在半明半暗 半冷半暖的漫漫时光中 没有百分百的幸福 也没有百分百的苦痛 总是既有快乐 也有忧伤 既有欢笑 也有眼泪 不计前因 不论后果 遇见你 就已经是生命中 最美好的事